那我们就一样把什么 把那个PN2.5这个资料 把它先抓取到 所以PN2.5的资料在这边 那它基本上它会有一个 CSV的档 当然可以把它下载 那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里面的data就长得像这样子 那只是说呢 他这... 有没有画面 OK这... 那这边当然它的那个资料里面 它有一些 你可以按照d增或d减去排序 它其实在... 它原来功能里面也可以用到 只是说它里面有一些空资料 而且它排序有没有发现怪怪的 它什么9876 然后又来就就这样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栏位呢 它用文字 文字形态 那文字形态的话呢 它就是按照什么 按照笔画 有没有 按照前面的开头 开始排序 就不会按照数字大小排序 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刚刚我有遇到啦 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的C栏 我在云端上放的是用TES 如果因为ABCD嘛 那A栏就是它策战名称 B栏限制名称 C栏刚好就是悬浮力 那原来是用TES 可是TES他又把那个数字当文字 存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其实排序结果会不一样哦 OK 那怎么办呢 你第一个先把那个C 这个C栏改成Integer 就当成数字来 如果没有小数点就Integer 有小数点就Double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一样哦 我们一样就是让它重跑 所以呢 这个其他都一样 也是Split也是切割 这个切割跟前面一样 然后InsertInto之后 那最后要查出来哦 你后面加一个OrderBuy Buy哪一栏呢 C栏 然后后面加一个 如果我是原来预设是ASC ASC就是D增 那如果D减的话有没有 就在OrderBuy哪一栏位后面加一个叙述 你就是D减排序 就加一个DESC就OK了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要按照C栏 帮我D减排序 OK就这样叙述 OK所以以后哦 我们Sql语法哦 主要是加一点料 那加一点料之后的话 它就会又有你需要的结果出现 OK哦 那当然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 像有时候我习惯 就是如果输出结果OK 我就直接跑到Excel 再去做后续东西 也OK啦 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边看到的话 那其他还有哪个地方会出错 可能就是你将来这个把它查回来这个表里面的那个列 因为刚刚上面这个C栏是Integer 所以你Print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没有Format 所以我直接输出的话 这边可能在第三个需要转型 因为它是Integer 它是一个数字 输出的话因为我是用串接的 所以如果这边没有转型的话会出错 OK那最后做完的话 我们来Run一下把它Save一下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OK你会发现有没有排序就越来越越来越多了 有没有发现 不会像刚刚是什么98765 然后又有没有 所以9会排在下面 也就是说你的形态 假如是文字 就会排的乱七八糟的 如果你按照数字来排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这个地方有资料的状态下 桃园是应该空气比较差的 为什么呢 有时候经过桃园都看到有烟囱在冒烟 会不会有关系 我不知道 OK 那高雄因为现在没资料 所以不知道 以前的话的园园是空气最差的 OK 可是现在没有资料 不知道 南园没资料 其他的话像台中 台中为什么空气很差 是不是因为火力发电厂在旁边吗 OK 不知道 那再来宜兰 宜兰为什么今天 而且在东山 可是东山河现在不是在举办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什么 童万节吗 是不是 好像有那个 还是说因为那边儿童太多 空气就变差了 我乱讲的 OK 好 再来就万里 万里这边是有核能发电厂 那怎么会空气差 不知道 好 反正其实这个指标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精确的应该是把这些资料 一段时间就自动把它存到database 应该是要大量的就是说 长期的去观测 才会比较精确 OK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只是说延续刚刚的练习 所以 请各位尽量花点时间 反正我们大概结构 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区块嘛 一个区块一定是什么下载 所以也许你就先把这个资料先下载下来 OK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去做什么 做那个资料切割 产生一个list3 再把它放到那个execute menu里面 做执行 commit 最后我是把它查询写在这个下面 那这个地方只有多一个部分 就是order by 哪一栏 是递真还是递减而已啦 其实没有很复杂 OK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要针对一样的范例 去做什么练习呢 请各位看一下这边有个jackson jackson也是重点 因为以后的开放资料 或者人家给你资料 通常有可能也会是一个jackson档案 给CSV好像大家都比较欢迎 给jackson你会觉得很讨厌 为什么 你把它点进去看就知道了 点进去看呢 它好像不是下载 它是直接把那个档 直接在网页上开起来 请各位观察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档案结构 OK 那有没有哪些特点 请各位观察一下 它最外面的话是一个中国阿虎 有没有发现 不过有时候像在这边看 你会觉得没有彩色黑白 看不清楚 有的时候像这种档案 习惯上呢 还是会怎么样 喜欢放在哪里呢 把它下载 印存成一个下载jackson 我还是习惯用什么 用那个notepay++来开 notepay++开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你会发现它这边还是黑白 不过你如果它变彩色很简单 语言里面 请你找到那个java 或者java jackson有没有看到 在那个语言里面 因为notepay这个工具好处就是说 它几乎是万用的 它把所有的程式语言 就是那种 就加到里面来 也就是你如果今天要用它来写任何语言程式都可以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编辑器 万用编辑器 那比如说把它改成jaxson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全部转换的 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好处就是点进去 它有个头有没有 头的话是一个中刮符 中刮符还记得吧 中刮符如果在python里面它是什么形态 不是是叫串列 叫lis lis 自穿是双引号或单引号 ok 里面的话有大瓜糊 有没有发现大瓜糊 而且你会发现它这个好处我习惯它 我选它的头有没有 它的尾巴会是东西亮 有没有大瓜糊的头 大瓜糊 因为其实以前在写java 最讨厌就是找那个大瓜糊的头跟尾 还好现在不是写java 不然的话就穿 那它好处就是会跟你讲说头尾在哪里 那大瓜糊在python里面是什么形态 有没有之前我们用到字典有没有 我跟各位一直强调字典有没有 dict1等于大瓜糊空的 那里面的话一定会放key跟value有没有 ok 所以你会发现里面一样嘛 这个就是key中间会加一个冒 key在这里 ok value就是它里面放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key就是这个栏位叫size 不过他这边很好用 另外一个功能我还蛮喜欢的 你选其中一个哦 他会怎么样 他会帮你把其他的size也把它选起来吧 现在怎么没动 ok 可能太慢了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就是他的栏位名称 就是key 后面就是他里面放的这种value 有没有 一个冒号然后豆点 就是有这个county就是他的哪个县市嘛 然后呢他的pn2.5的词是多少 他的data什么creation date 有没有就是这个什么时间 然后他的什么item unit就单位 ok有没有 那一个大瓜谷结束了 表示说呢 这边就是一笔资料 那之前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csv 他就是一个豆点一个豆点一个 但是你会发现jason 跟csv差别就是说 他其实中间也是豆号的格开 只是说哦 他是key value key value架构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格式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他的栏位名称不断重复 有没有key一直在重复 所以其实很讨厌的地方就是 他的档案呢 有的时候会是别人的两倍 如果你用那个jason来存的话 他一定会存一堆东西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希望把这一个档下载下来 对第一个 所以我们待会会下载 第二个我要把资料 可是我要的资料其实不是key哦 因为我key是栏位名称我不要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这个value 那我要怎么把value抓到就好 所以前面不是我们有用那个dition里面 有抓那个 我把它当两栏嘛 我key 有没有 可以把key抓到的一个function 跟另外一个抓value的方向 我又抓value就好 把它丢到list里面去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解析他了 所以其实这个jason的解析 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复杂 所以基本上你大概了解结构 里面的话就大瓜壶 中瓜壶一个list 然后再一个大瓜壶逗点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点像是在串列里面 放字典 有没有 一个字典后面就第二个 你会发现这边开头然后结束在这里 有没有 这边开头在这边结束 一个一个一个的 最后一定会有个结束结束在这里 中瓜壶 所以我们要怎么解析他 待会我们来看如何把jason档下载下来 并且把我要的资料分出来 一样 当然最后可以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也就是jason to什么 to那个database 或者是说另外 你如果jason你要把它转成csv 可不可以也可以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希望考各位 请你把这个jason档 帮我把它转成一个csv并且写出去 有没有办法 想想看 如果你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写出来的话 表示你应该真的是学会了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第一个先了解一下这个档案结构 因为以后你要从网路上当资料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他到底提供给你什么 你要怎么去接他 并且把资料给剖析出来 OK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好 好 我先放一些蚝蚝蚝